我們對於立法院的議程安排 我們多尊重 我只有期望政府不要空轉 人民納稅錢不要浪費 行政院長蘇貞昌為了三加十一決策 再度來到立法院 上次報告沒有提到防疫破口在哪 也沒有向國人道歉 迎來國民黨團不滿杯葛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也被問到這件事情 也沒有針對三加十一量 八百條人民道歉 我跟你講 三加十一跟八百條人民道歉 行政院為此重寫報告 國民黨立委看了依舊不滿 不讓蘇貞昌上台 因為行政院補充報告寫著 三加十一決策是指揮官 聽取相關報告決策 行政部門開會也不是每場都有記錄 這是常觀運作模式 並非疏忽草率 諾富特群聚事件後續採檢結果顯示 並無職場或家庭以外的社區接觸者確診 因此沒有證據機師及諾富特群聚 與後來社區疫情有連結 最後表示 對於每一條寶貴生命的消失 都深感遺憾與抱歉 行政院沒有珍惜這一次補考的機會 給了一份事業當中 不但沒有誠懇認錯 而且還做出甩鍋的報告 這不是一份認真誠懇 公開他的決策 國民黨立委拿出標語 霸佔立法院議場 輪流上台發言 民進黨立委也不甘示弱 希望能讓議程順利進行 三加十一是國人所矚目的 站在國會的殿堂 當然希望你來質詢 我們的院長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部長 但是呢 到目前為止 還是一樣在拖這個時間 三加十一決策過程 朝野持續攻防 希望能讓國人更加了解 事件全貌 東三新聞給你滿滿的元氣 鎖定東三新聞24小時YouTube直播 幫我們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喔